電源系統 將來出具可以有改用電池 這個是控制上下左右的 這是HDMI線 HDMI線把訊號輸出到這裡 RGB-Link 第一路 第二路是PowerPoint 第三路是手機 第四路是其他的筆電都可以 你要輸入什麼都可以 那麼這是輸入 這個是輸出 那麼這裡是電源 這個輸出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擷取到我們的電腦去 所以要加裝這個東西 叫做擷取 擷取卡 那擷取卡的部分呢 我擔心師傅那邊是Type-A 我不知道那個電腦上面有沒有Type-C 有 Type-C 這個是Type-C 進蘋果 因為蘋果的頭比較小 進來之後呢 同時我們這一條線呢 是聲音 這一條線是電源供應 那你可以 輸入進去 那麼你如果將來接電視這裡輸出接電視就可以了 可以再接電視 好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會議打開 聲音的部分呢 選擇 選擇賽冰 賽冰 喇叭賽冰 麥克風賽冰 那麼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 外部的聲音也可以進來 內部的聲音也可以出去 兩邊都可以同時整合聲音出去 透過這條線來 透過這條線 這條賽冰線 賽冰的線 這裡可以戴耳機進行監聽 保護線起見 這條是充電給筆電的 好來看這條線 巡過來 巡過來到這裡 這裡呢 有兩個功能 這裡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供電 第二個功能就是 發射聲音給電腦 第三個功能 把電腦 其他的 會議系統的聲音 送進來 關鍵就在這個按鈕 叫Look Back Look Back Off之後呢 高雄講話就不會有聲音 那麼這按下去之後呢 Look Back Off 這個聲音就會出現 其他 會議的 角色的聲音進來 如果說我們怕一些干擾的時候 還不給他們提問 可以把它Off掉 噢不掉他們在那邊聊天什麼都沒有 好 這個是 傳統 回音器做不到的事情 這叫Look Back 麥克風一 接這個 All Man You Back Me Home 所有錢到我家 第二個 無線麥克風 那麼 聲音大小 那原則上都是 推到最大吧 推到最大 那這 這個 這條線呢 是我們整合好的聲音 輸出給我們的現場 好 輸出給我們的現場 好 那現在這邊告個段落 這個EQ呢 就是你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聲音不夠亮 你就把它調亮一點點 聲音太亮太尖 你就重音多一點點 會比較渾厚 這個是渾厚 這個是高音 這個叫中間 音質做一個調整 那麼這是回音 那這是總輸出 那這是麥克風的大小聲 那這是耳機的大小聲 那這是外部輸入的聲音 就是唱送送金的聲音 你可以把它拉掉 其他的就是效果 老師講話 講金很精彩按個掌聲 應該是用不到 好 唉唷牙子 也可以自己錄音進去 大概這樣 Look Back是你們要學的 那另外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BOSS 大家好 我是BOSS 大家好 我是BOSS 那聲音呢 都會有一些變化 那現在就變小孩子了 那這個如果說 這樣講金應該蠻好笑的 可以試試看 大概就這樣子 以上呢 那這就是聲音的整合 聲音的整合完畢 再來控制器這邊 退後一點點 控制器的部分呢 控制器的部分呢 都直的就好 控制器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嗯 好 1 Preset 記憶這個點 嗯 2 Preset 記憶這個點 好呼叫 嗯 那我們不要 從頭到尾都一個尺寸的鏡頭 那很無聊 那很無聊 有時候強調一下特寫 髮向莊嚴 很重要 很重要 那我們就髮向莊嚴一下 再來個髮向莊嚴 那要reset呢 不需要reset reset就好 reset 就把off掉的話呢 off掉就可以 就其實沒有需要做這個動作了 嗯 因為你只要找好位置 決定通常沒有把它消除的必要 嗯 那如果要消除怎麼辦 沒有 我沒有把它消除 喔是喔 你消除的話 你就是譬如說你這個點固定在這邊對不對 對 你就把它reset掉 它就是你要的點 它就取代了 對取代 對 它沒有消除 OK 好 那總共99個點 喔OK 那到了會議這邊來 注意的事項就是這兩個 常常有問題 嗯 常常有問題 好 那這個插頭呢 我們來看一下斷電 它變Color bar 嗯 那麼輸入進去呢 如果發生進不了的話呢 麻煩這個頭 轉方向 喔 蘋果的東西說真的是比較 比較謹慎啦 嗯 啊 它不是那麼好剃頭 嗯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整個工作 好謝謝 謝謝